首先我们先来看日本 日本我们一直知道 它的英文并不好 这是我们对日本的刻板印象 那日本它也认清了自己英文 其实好像真的不好 所以他们一直在推动 各式各样的学习方法来学习英文 这一次在日本的高中国中 它推动了一种叫做 综合语言的学习法来学习英文 我们请婉轻来跟我们进一步介绍 他们这个方法是怎么来学习英文的 是的谢谢儒唐 的确他们从今年这个年度开始 他们的国中教科书呢 就要开始实施这种综合语言的学习法 也就是帮助学生呢 他们利用英文来学习各式各样的理科 社会科等学科 也有很多的学校 开始实施综合语言的学习法 这个方法是在20年前 在纽约所研发出来的 专门是为那些 不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学童 他们学习英文所设计的 一种学习方法 这个方法的特征是在于 学生在学习英文的同时 也能够同时学到其他课程的内容 可是啊 要普及这种学习方法 一定要克服师资 还有教材 这些等等的问题 因为根据日本的文部科学省 也就是所谓的教育部的调查 大多数日本高中三年级学生 他们的英文程度大概只有国中三年级的程度 因此要让他们的英文变得更好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综合语言的学习法 不仅可以训练英文的听说读写 还可以培养学生用英文来思考 还有对话的能力 日本目前在实施这种综合语言的学习法的学校中 有些英文老师呢 是跟其他的老师一起配合 或是只有英文老师来上这所有的课 因为综合语言的学习法 跟其他科目的专门知识很有关系 所以要培养能够理解其他专业内容 还要能够用英文上课的诗资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很可惜的是 目前日本能够配合这样综合语言学习法的教材 目前还是很少 也不太常见 这就是有关日本的部分咯 有关离的地方 不太常见